帶鋼盔穿著防彈背心 在國軍監護下抵達原山指揮所 召開緊急會議 這是二零一七年前總統 蔡英文搭萬軍車的畫面 而萬軍車正是MIT的雲爆 八輪甲車 雲爆甲車 搭配四零榴彈槍 草目標開火射擊展現強大火力 二零零六年啟動汛池專案 編列五百七十一預算 規劃九年內生產 超過六百輛甲車 分為CM三輛中部戰鬥車 CM三三中部指揮車 以及CM三四重部戰車 卻被網路媒體踢爆 抗彈鋼板出現裂紋 包括二十七輛CM三四 以及二十三輛的CM三輛 與CM三三 共計五十輛 雲爆甲車出現問題 應該抗彈鋼板出現嚴重瑕疵 國分部也強調早在去年七月 就發覺雲爆的著陸板有裂紋 立即要求合約雙中鋼機械調查原因 發洩是焊接不良 導致裂紋產生 到今年八月為止以全數修復 並多重測試防彈功能 驗證沒問題 中鋼機械則表示 鋼板出現裂紋是因為 焊道面積不足 經修復後已改善 並符合駿防要求 但專家認為還不夠 雲爆甲車是我國路上重要戰力 從元首到官兵都會乘坐 加上現在人在研發階段的腰動五輪型戰車 用的也是和雲爆同款車底 不容有任何安全疑慮產生 3D新聞徐照 楊凱恩台北報導